今天吃仙人掌 妈妈 仙人掌这么多刺不能吃 仙人掌是能吃的 喵喵喵 可脆了 你尝尝 我不吃我不吃 我要一根棒棒糖 没有 我要一包辣条 也没有 那我要一包薯片 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你卖什么 卖仙人掌 你要吗 高的矮的 甜的 咸的 刺多的 刺少的 我都有 你的零食商店 改名叫仙人掌商店吧 我一个仙人掌也不想要 我的仙人掌 不是普通的仙人掌 可好吃了 还有各种口味 快试试 不要不要 别走啊 我的仙人掌 你一定会喜欢的 小费熊妹大宝 你们怎么爱生他气的 没有连续吃 我好难过呀 早知道 以前就应该多吃一点 还应该多存一点 吐黄瓜的零食 为什么突然都消失了 真好吃 喵喵喵 你竟然也吃仙人掌 对呀 可好吃了 你们尝尝 我们不吃 别再吃 我这是仙人掌味 爆木糖 原来是爆木糖 真没看出来 可笑真的仙人掌吗 不知道为什么 童话王国所有的零食 都变成仙人掌的样子了 你说什么 童话王国的零食没有消失 仙人掌就是零食 没错 你们不知道吗 这是仙人掌辣条 仙人掌蛋糕 仙人掌薯片 和仙人掌面包 给你们尝尝 好吧 那我就试试看 黑眼魔说的是真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喵喵喵喵 小贝马 你的主意真是太棒了 把甜点零食 变成仙人掌的样子之后 消息一次也没看出来 喵喵喵 我家小贝看见仙人掌就跑 我再也不用担心 他吃零食了 没错 我也不用担心 大宝吃太多糖 牙疼了 太过分了 零食被慢慢吃掉了 竟然忽悠我们 妈妈 快吃吧 童话王国的仙人掌 做菜可好吃了 小雪 我们已经吃了一个星期 仙人掌 我不想吃了 不行 童话王国里的仙人掌 太多了 我们必须好好利用起来 不然多浪费啊 妈妈 从今天起 你缝衣服不要用真了 有仙人掌吃吧 那好吧 我后悔了 我不应该把零食 都变成仙人掌的样子 这下该怎么办 小雪 对不起 虽然童话王国里 有很多仙人掌 但是大部分都不是真的 是我为了不让你们吃零食 把零食变成仙人掌的样子 妈妈 我已经知道了 如果你不想让我吃太多零食 我会听你的话 但是你不应该用这种方法忽悠我 我以后再也不会了 小朋友们喜欢仙人掌吗 并且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咯 来谁我来了 通通不许进 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啊 因为要进行分班考试 全部答对的去隔壁班 要是答不对的 那就还是跟着我学习 怎么这么突然啊 老师 我们不想离开你 其实老师也不想离开你了 好了 开始考试吧 一个一个来 第一题 把下面句子补充完整 这个我会 我也能把句子补充完整 这还挺有道理 就算你通过吧 下一题 上次班级大扫除 你发挥了什么作用 这样也可以 不行 我不能再答对了 老师 我是大扫除的总指挥 竟然能把什么也没干 说得这么轻轻脱俗 小雪 你真是厉害呀 谢谢老师快敲 只是气死我了 你考试没通过 我还是你的老师 现在去班级吧 太好了 下一题 爸爸给你五个苹果 妈妈给你十个苹果 小妹 你选哪个 我选爸爸 哦 这是为什么 小妹真懂事 竟然知道把多的 留给爸爸妈妈吃 你们爸爸最好了 肯定会带我去游乐园 什么 竟然是这样 下一题 照样子写字 小妹 你来写 好的老师 我写好了 嗯 写得不错嘛 通过这几个字 你有什么发现吗 我发现 我的字写得真好看 看了半天 你就发现了这个 是啊 男生我说的不对吗 这道题的意思 是问你 这几个字有什么共同点 原来是这样 我看不出来 你没发现吗 这几个字的偏旁 都是三点水 你也没通过考试 回家睡吧 好的老师 下一题 彩虹有几种颜色 彩虹的颜色 有红橙黄绿青 后面是什么 我想不起来了 老师 你还是自己猜一下吧 什么 这都不会 那我给你抽到简单的吧 超写一遍 黑板上的古诗 可现在我想上厕所 那你先去吧 代宝 到你了 第一题 一只兔子有四条腿 五只兔子一共有几条腿 第二题 照样子写词语 息息相关 开始答题吧 这也太简单了 看我的 老师 我写完了 大宝 你写的是什么 第一题 答被阻住了 要解锁 它能看到 第二题 要求写 ABC式的词语 我写WiDiS 没错呀 还敢狡辩 我看 你平时只顾手玩手机了 根本就没学习的 给我叫家长 不要啊 老师 我回来了 这是我的答案 是床前明月光 不是窗户的窗 照着写也能写错 真是太过分了 你们俩 统统给我叫家长 老师不要 其实我们是故意答错的 这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想离开你 分班也是为你们好 你们怎么能这样呢 老师 我们知道错了 以后不会这么做了 你就继续教我们吧 我们还想当你的学生 是啊 老师 你就答应我们吧 那好吧 也得好了 大家和老师分看难过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次再见 熊妹 快看我的眼睛 为什么 小碧姐姐 看这里 怎么了 大家怎么都睡着了 小碧姐姐 看我的眼睛 大宝 你的眼睛怎么了 看着好奇怪啊 都睡着了 寻找下一个目标 小精灵 看我的眼睛 我不要 我在看电视 我的眼睛里有心情哦 小精灵 你不好奇吗 什么 居然有这种事 小精灵也睡着了 接下来 该去找魔女凯琳了 刚才那个人 怎么和我长得一模一样 而且 小精灵看着他的眼睛 就睡着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该怎么办啊 小朋友们 你们能帮帮我吗 对啊 我可以去找凯丽阿姨 谢谢小朋友们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 那个大宝已经来过了 凯丽阿姨 嘻闹 你们醒醒 你就别白费力气了 他们中了我的昏水魔法 没有我的魔法 他们别想醒过来 什么 真的是你搞的鬼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可把他家变过来 可以啊 我们来比一比 只要你赢了我 我就让他们醒过来 你就别 你说比什么 跟我来 只要你回答对我的问题 我就让他们醒过来 否则 他们就再也醒不过来了 好 出题吧 看到周围的风景了吗 只要你说出 与这里任何风景有关的事举 我就算你赢 风景 事举 让我看看 这里有草地 房屋 天空 晚霞 夕阳 与他们有关的事举 都有什么呢 有了 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好吧 算你乖乖 呼喽喽 清醒魔法 我这是怎么了 我记得 我看到了大宝哥哥的眼睛 然后 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也是 是这样的 说谎了没有 我还在这里呢 哼 放马过来 好 下一集的奖品 就是给小精灵和魔女们的清醒魔法 准备好了吗 开始吧 我只有一个问题 世界上最忙的人是谁 这个我知道 是盲眼 注意 这个题是哲学题 不是脑筋机扰弯 好吧 世界上最忙的人 那是谁啊 我觉得大家都很忙 是啊 谁不忙呢 但是 要说最忙的人 我还真不知道 我知道了 不管是谁 都不知道别人到底忙成了什么样子 所以 能感觉到世界上最忙的人 应该就是自己本身 恭喜你 我回家证据 吴拉拉 惊醒魔法 不管你有多忙 不管你是忙着学习忙着工作 还是忙着生活 都不要忘记好好睡觉 原来是这样 你是睡觉精灵 是的 因为你们不好好睡觉 我再给你们用昏睡魔法 你们以后一定要好好睡觉 我们记住了 今晚不见不散孩子们 不见不散 小朋友们 你们又好好睡觉吗 在评论区告诉我吧 我们下次再见 还是检查 拿出你们的锅碗瓢盆 才能进教室里考试 那是 这是我带的勺子铲子和锅 不错 小妹准备得很充分 可以进去 这有什么 老师 看我的黄金铲子和锅 哇塞 小妹 你竟然带来了黄金锅 这是大厨的水平 快进去吧 可以带到啦 小雪 你的工具呢 老师 我没有带 小雪 考试不带厨具 和圣战场不带武器 有什么区别 等你带了再来考试 厨艺大赛 现在开始 同学们可以开始 诊识自己的食物了 老师 快看我的 这是我用金铲子做的 草莓和山肉 真是太香了 不错小贝 你做的草莓和山肉 我还十分 太高了 小妹 你做的是什么 怎么还把小鸡带来了 小妹 我知道了 你是打算做小鸡的蘑菇吧 还要不许呢 我要做的是单炒饭 什么 那鸡蛋呢 鸡蛋 鸡蛋 哎呀 好紧张呀 明天就是出鸡蛋赛了 也不知道我能做多少饭呢 算了 我还是先睡一会儿吧 完了 完了 我的鸡蛋怎么孵出了小鸡了 这个怎么办啊 我来不及了 我还是先去学校再说吧 就是这样 我原本打算是做单炒饭的 现在做不了了 小妹 你可真是个大门蛋 居然会把鸡蛋 孵出来小鸡 加倍姐姐 你不要笑我了 小妹 你现在什么也没做 那我只能给你打零分了 那好吧 老师 你看 这是我做的羊肉串巧克力 什么 小雪 你竟然做出来了羊肉串巧克力 喂 小雪 你是怎么做的 我先用热水把巧克力加热 等巧克力融化之后 加入羊肉串 在一起 放到冰箱里 冷藏一个小时 然后拆巧克力 就做好了 小雪真是太棒了 我宣布小雪的羊肉串巧克力 100分 小雪 我下道菜 一定可以超过你的 第二轮厨艺比赛 现在开始 老师 你还是先看看 小雪熊妹的吧 我的食物可是最厉害的 我要最后压轴出场 好吧小妹 小雪 你先来吧 老师 这是我做的螺蛳粉奶茶 小雪做的螺蛳粉奶茶还可以 我打60分 老师 这是我做的橘子长黄瓜 哈哈哈哈 熊妹 你这哪里是橘子啊 你这明明是橙子 怎么可能 它不是呢 这就是橘子 熊妹 你这儿也不是黄瓜啊 啊 不是黄瓜啊 对啊 你这是四瓜 黄瓜四瓜 橘子 橙子 哎呀 我也分不清了 它们长得不都一样吗 不是的熊妹 它们长得看起来很像 但是是不一样的 好吧 看来是我搞错了 小贝 你做的橙子炒丝瓜 30分 哇 它们这么低啊 老师 快看看 看我的 小贝 你做的 这是什么 老师 你看不出来吗 这不就是牛肉面吗 怎么样 立开吧 小贝姐姐 你怎么把牛给带来了 这才是正宗的牛肉面 老师 这可是我想了很久才想到的 快给我打分吧 小贝 原来这就是牛肉面啊 确实越来越淘气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 就点赞关注吧 我赚 啊 我赚到了 没头脑 下一个 大宝 我来 我的是不高兴 再来 熊妹 我的也是不高兴 最后一个 小贝 是没头脑 为什么我会抽抽没头脑啊 明明我最聪明了 妈妈 我的作业本找不到了 抽屉里有吗 没有 但是有我昨天找不到的橡皮和尺子 床底下呢 没有 这不是我前天找不到的鲜皮盒吗 你这孩子 总是这么丢三落四的 呀 我的作业本 总算是找到了 以后 看你还会不会这么没头脑 该上学了小雪 再见妈妈 妈妈我又回来了 小雪 你怎么又回来了 妈妈我忘记拿我的书包了 妈妈再见 马上就要大和尚比赛了 今天你们就合唱一次 我来检查 爱你孤身走爱香 爱你不愧的模样 爱你孤身走爱香 停 大宝熊买 你们怎么回事 为什么和大家唱的不一样 我不高兴和他们一起唱 我要自己唱 对呀 我们要自己唱 可是这是合唱 就是要大家一起才行 你们再这样 我们就不让你们参加合唱了 不行 我不高兴你们不让我合唱 好大的水坑 必须要绕过去才可以 我不听 我就爱走 就是 我也要走 熊妹大宝 前面有水坑 我们还是绕过去吧 我不高兴要绕过去 我就要跳水坑 嘿嘿嘿 我跳 我跳 嘿嘿 我也跳 熊妹大宝 你们把我的衣服弄湿了 你们再这样 我就不和你们玩了 不可以 你必须和我玩 哎呀 怎么办啊 熊妹大宝自从长到了不高兴之后 就一直不高兴 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啊 就是啊 我也是 我现在真的变成没头脑了 我不想这样了 我想变回去 我也是 走 那咱们去找小精灵 小精灵 你帮帮我们吧 我们再也不想做没头脑和不高兴了 我的作业最近总是找不到 眼镜老师很生气 我不高兴 没人和我玩了 我也是 我不想变得不高兴了 那好吧 精灵之力 哈哈哈哈 我们又又弄成了 我们再也不要玩没头脑和不高兴大转盘了 小朋友们 你想做没头脑和不高兴吗 在评论区告诉我 我们下次再见吧 BGM GGM